各位大家好我今天要介紹的是我們公司的 新的這個4k免區的截取卡 這一款 叫做febom 179 plus 的 hdmi 截取卡 那這一款febom 179 hdmi 截取卡的電路版長這樣子 您的這個左手邊的圖案 他的接口呢 就是有一路一鏡的 hdmi鏡 還有一路的環出 也就是說你可以接電視 那他這個 usb 的輸出呢 可以接可以輸出到4k 也就說啊 您今天要接一個4k的 hdmi 視訊 那輸出到電腦的時候 可以到4k 但是請注意這個4k是只有 4k30幀 沒有60幀 好 那為什麼我們選擇這件事情 其實我們是跟一件事情取捨掉 就是第三件事情就是 我們可以吃hdcp保護的這個訊號 因為hdcp保護的訊號能吃 所以我們就只能把規格降到只能吃4k 30fps 是目前我們 ic的這個解決方案的限制這樣子 好 那這個hdcp保護是非常的重要啊 比如說 我們隨時隨地看得到的這個 ipad的輸出 ipad hdmi 輸出 你以為他沒有 事實上他是有的 比如說你看這個ipad pro的這個 hdmi 輸出 你之間那個沒有沒有破解的話 他是沒有辦法吃到訊號的 這一支啊 febom 179 plus啊 他跟這個febom 169 一樣是走BOCMO 也就是說我們今天 要發展這個febom 179的目的就是將這一支原本的 febom 169的這個擷取卡進化成4k 那我們還是保留了他BOCMO的這個好處 BOCMO是什麼 BOCMO就是說同一個時間點可以同時插入多支的這個擷取卡 好 那我們建議是這樣子啊 因為 這個 febom 179他是走YUV模式就是沒有壓縮的 所以我們建議是一台電腦插入兩支 第三支以後才能的仍然是建議用169 好比如說你今天要插三個視訊來源 我的建議是這樣子 febom 179一支 febom 169兩支 或者是febom 179兩支 febom 169一支 以此類推 那我來講講這支的缺點 我們這支既然有這麼多的優點 那他的缺點有兩個 第一個就是該講的 他4k只能吃到30fps 你如果給他60幀的話他 沒辦法輸出是那個4k60幀 好另外呢就是說他只有YUV輸出 沒有Motion JPEG 那febom 169他是有那個Motion JPEG輸出 所以說啊你今天插入很多支很多支的時候 那個在假設在你USB頻率能夠允許範圍之內 都沒有問題 但是YUV他佔的頻率就比較大所以呢 我們建議是 插入兩支就可以了好 那不管怎樣啊 這一支 假設你只有使用兩支的情況 以下的話那其實是 對您的這個電腦的 效能是沒有影響的 是你要怎麼用就怎麼用是沒有問題的 我們這支有點小限制就是說 當你要4k進入到你的電腦的時候 你的視訊來源一定要選4k30幀 如果你選4k60幀的話 就可能不會動 好沒關係我們等下就教你怎麼做 怎麼操作這一支擷取卡的SOP 保證絕對不會出錯的方法 好 那我們用等下用這個Sony的這個 DVD做測試這個是4k的DVD 等下會播出一個真真實的4k的影像 我們採用的是這一支 那個 DVD player是4k的 然後呢我們將我們的視訊源 接到我們的這個截取卡上面去 然後把接進來 然後把連接到我們電腦的筆記電腦的HUB 請注意這一定要接一個3.0的這個 HUB 3.0的洞這樣子好 然後呢 在做直播之前請你要注意就是說 這個網路一定要用有線網路這個很重要 一定要有線網路 如果沒有有線網路做直播的話 可能你的流暢度就會很差了 我們打開OBS 好我們新這個視訊裝置 我們就叫1179 我們在抓之前 我們這個這一支4k USB3.0這個 我們在第一次使用的時候請你先不要抓4k 這很重要請你先抓1920x1080 先抓1920x1080然後呢 選60幀 然後這邊選YUV 然後呢 最高幀率就選60這樣子 我們先做到這個地步好 然後呢我們再將這個 這個DVD的訊號 灌到這個上面去 然後呢將這個HDMI訊號給他 這邊是輸入 這邊是輸出反正出貨會給你殼啦 這樣子 然後呢我們在用你的遙控器去設定這個DVD 4k30幀出來 因為這一支啊他必須要4k30 給這支結局卡才能夠保證4k30 進入電腦所以我們要這邊要設定成這一個這個叫做 那個30幀出來這樣子 這個 這一定要用成自動 然後我們就出來播了 我們在播的時候你會看到這樣子這樣畫面出來 確定有畫面的好確定畫面的時候我們就 去選這個 因為我們該選的是1080p嗎我們就這時候選4k 3840x2160 然後呢這邊又選這個 最高 然後這邊要選nb12 好這時候你看到畫面就是4k的 當然這邊的聲音也要抓這樣子 好 所以你看到現在就有聲音跟影像 好所以現在看到就有聲音跟影像 這邊在動這邊就代表說這是dvd player的聲音 好這邊就有影像沒有問題的好 那大家 大家一定好奇是說 是不是真的是 他沒有辦法吃這個 hdcp的訊號那沒關係我拿另外一支做一個 一個 對照組 這是台灣某家廠商的所謂的4k截取卡 那我把它 換換成他 然後呢再打開這個obs 看一下 你看他就會出現這個hdcp的保護所以是沒有畫面的 所以呢 這個是證明是說這個是沒有辦法吃 別家廠牌是沒辦法吃hdcp的這個 畫面 你以為只有 dvd player有這個問題嗎 我先拿一個這個ipad做實驗 ipad的hdmi出來 然後呢連接到這個所謂的沒有hdcp保護的截取卡 他也會出現這個問題你看 接進來之後 他還是出現這個hdcp的保護 所以啊 像這我沒有做 這個hdcp的破解的時候 你接這個ipad pro這也是會有問題的 那一樣的道理我把這個的訊號源 把它換成到我們公司的fable179 hdi截取卡的時候 這個是那個ipad的視訊來源 然後呢我們把轉換到我們剛剛的地方 你看就有畫面了 所以啊這個hdcp這個問題是非常的重要的 這時候才可以使用 當然了你要這時候你要看什么netflix啊什麼都可以沒問題的 這 你看這樣都沒有問題 netflix都沒有問題 我們在耳題面命一下 就是 這個這支擷取卡 你在做設定的時候第一次 請你一定要先設定成 1920x1080 這是我們ipad嘛 所以你在這邊的時候你一定要先轉換成這個1080p 你不管是什麼設定你一開始就先設1080p1920x1080p這個絕對不會有錯 好那 設定完1920x1080確定沒有畫面 確定有畫面的時候 你在網上挑挑挑看 好 然後如果真的沒有畫面表示說這一個 hdcp的視訊可能是 4k60幀 或者是你的 那個 視訊也根本沒有4k 這樣子 好 所以我們 那你就要想辦法再從你的這個dvd或從你的 那個視訊來也去調 調成這個4k30幀 這樣就可以使用了 比如說以這個例子來看 你看哦這個我們就一定要先設定成1920x1080 那如果你今天設定成這個 3840x240的話 哇他就沒有畫面了 因為呢這個視訊源就只有1080p 所以你一開始設定成1920x1080 這樣保證絕對沒有問題 好 啊當然啦我們該連接的這個是ipad當示範 還有這個 這個 sony的4k的播放器做示範 那我們也有很多的應用 比如說啊你今天 可以將你的這個ipad 當成是一個外置的這個攝影機 那我們在出貨的時候也會跟你講說 哪一款app是適合用的 然後我我就可以用成一個 乾乾淨淨的這個畫面 當作是一個攝影機 這我們出貨的時候都跟你講說 這個app到底是哪一款使用 那除此之外啊我們還可以連接這個 pc啊pc當成是視訊的來源連接進來 那我特別強調是 這支 這支做的時候特別強調這個pc進來的 這個文字 會非常的漂亮 所以你今天連接一般的正常 那個word的14或者12的這個字體 擷取出來的畫面是正常是非常漂亮的 當然呢我們還可以連接這個數媒派 數媒派 的hti輸入灌到這個電腦里面 你可以錄製你的程式 怎麼寫程式的個過程 那原則上基本上都可以使用了 那只有大概這一個hti的不太相容 目前測試為止就是一個就是 那個 entern mini pro的那個hti輸出 那個是有點小問題的 那其他的目前測試什麼 市面上的單眼相機或者是一些 攝影機 大部分都能使用 那當然了你們在連接這個單眼相機 或攝影機的時候 請你務必要先在電視 前面先做測試 反正電視出現什麼 擷取卡就會出現什麼 如果你電視沒有畫面的時候 當然了擷取卡也不會有畫面 早期的一些單眼相機他的 HDI沒有 Live的功能 所以你就必須要先用電視先做測試看看 電視出現什麼 直播就出現什麼 然後呢 單眼相機有約會出現的是沒有乾乾淨淨的畫面 那 電視沒有出現乾乾淨淨的畫面那當然擷取卡也不會出現乾乾淨淨的畫面 好那電視有出現乾乾淨淨的畫面那擷取卡就會出現乾乾淨淨的畫面 好這是 要再跟大家耳聽面命的地方 當然了我們這次擷取卡還有設計這個 HDMI的進 這是進嗎 HDMI進 HDMI的出 就是長這樣子 HDMI的進跟出 那這次要幹嘛 如果你今天要打電動的使用的時候 這個功能就非常的重要 好 那就一路可以接你的螢幕那另外一路就是接你的這個 擷取卡進去做直播 好 那最後就是我們提到剛才有提到說這一支擷取卡的最重要一點就是 他是有BOCMO BOCMO就是可以同時插入多支 他就可以同時插入多支擷取卡 然後做視訊的這個切換 好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那我們的建議是這樣子就是 當你要插入 兩支 的時候你可以採用 Fibon179 Plus乘以2 或者是Fibon179加Fibon169 好插入三支的時候 你可以接Fibon179乘以2加Fibon169 或者是Fibon179加Fibon169乘以2 好以此類推 接 四支的時候就是Fibon179乘以2 Fibon169乘以2 或者是Fibon179乘以1Fibon169乘以3 這樣子大概就是這樣子 所以我們就可以用 按照這樣的組合 就可以 做到同時同一台電腦插入多支電腦 多個視訊來源 同時灌入這個電腦 然後做視訊的這個切換 這是本公司今年出來的新的產品 那目前就是希望能夠補足這個 4K的這產品線的補足 然後呢 我們除了在這個追求解析度的提升之外 我們還不忘初衷的 把這個BOCMO給留住 就是希望 在做直播的時候 可以同時 插入多支 好 那 也可以希望是說可以用這個Fibon179跟這個 Fibon169旧款的這一支同時做搭配 因為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Fibon169他是 這個Motion再配可 他有Motion再配可 Motion再配可 可以讓你的頻快壓得非常低 那 可以更多的這個 視訊灌到你的電腦裡面 那他這支只有YUV輸出 就是沒有壓縮的 那他的頻快就比較大 那當然這樣連接你的那個 那個 頻快就佔據住了嗎 那這就是物理性的問題啊 頻快都被佔據住了 他就沒辦法插入多支了 所以我們建議是希望能夠Fibon179跟Fibon169的同時 做搭配 來達到這個插入更多支的這個目的 好以上 非常簡單的報告 謝謝大家